嗨,我是黎,大家好 看到我開了這部機,今天都是講關於攝影的東西 其實你都看到我的標題 關於什麼叫標準曝光和EV值加減 怎樣去調節,有什麼關係 我想分享給大家 介紹一下,講深入一點 大家多了這個認識,可以在拍照的時候 就比較曝光的準確一點 很多朋友經常講關於什麼叫標準曝光 在我的理解,我的經驗 標準曝光其實真的不是百分之一百 在我應該記得1980年我入行的時候 那些師傅教我們 其實在那個環境都不是怎樣教我們 我們盡量用自己的方法去偷師 很多事情都是看他怎樣做 然後用自己的理解 但是他那時候都經常說 叫我們出去拍照,去訓練的時候 一般情形呢,因為以前的相機 我們都是用菲林相機 在那個時代,測光的系統沒有那麼準確 通常都是叫我們去估光圓的 包括了用黑白菲林影也好 或者用彩色菲林也好 我們首先拿著相機 我們就是估當時的環境 那個曝光值去到哪裡 那時候都是大部分都是用EV 去用一個數值去設定那個光圓快門 和ISO 在那時候,我們真的要想得很清楚 去用肉眼看那個環境 假設現在是陰天的 ISO是100的 我們要怎樣去估這個現場的環境的光圓呢 好了,如果陰天的 基本上,師傅教諾 以前100度菲林 假設是1.25分1的快門 我們估它大約是 用5.6光圈或者4光圈去拍照 在這個環境 估得多,估下估下估下估得多 幾乎有90%是會中的 所以現在呢 現在不同了 現在因為 相機那個技術先進了 測光系統又好了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會 去到一個環境 就去估說 我用多少光圈好 那個光值是多少 應該不會的了 因為靠了這部相機的了 正我都講過 標準曝光其實不是100% 我們現在看回新的相機 它裡面基本上 就一定有個測光指示 即是說有個指標 當去到中間的時候 我對著這件事 那個曝光值在0的位置 就為之曝光準確 但是有一件事 但是要記得 就是說我們拍這件事的時候 是你想表達那張相 那個主體 還是整體上那張相 去表達一件事呢 那你就要視乎 視乎你那個 表達那件物件也好 或者什麼都好 是計算那個曝光值的 那假設 我們去到去影風景 這樣一個大範圍 或者用一個彎稿去影的 那在這個情形呢 其實我們不知道 怎樣去曝光的 我們都是靠了這個測光錶 去給它指示我們 我們看到的東西 只是天空 可能有些山景 有些水面的東西 那其實 它怎樣跟我們計算的呢 那有一件事 大家都會在那個 測光的模式 都會有少許設定的 那通常呢 我們是拍風景照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一個 所謂叫陣距測光去拍照 或者偏重心去測光拍照 可能或者大家朋友 都有經驗 拍完回來 或者拍了之後 有時照片會暗了 或者有時照片光了 那其實呢 真是靠了它 未必有一個標準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留心 就是當我們拍照的時候 要看看那個環境 因為那個現場的環境 通常那個光源都會隨時會變的 那有時出到去明明有太陽曬著的 突然間我拿起相機的時候 剛剛被雲遮了的 在那個情形呢 它的對比已經是改變了的 所以我們就盡量去拍照之前 看看 當我們有些背光的時候 我們就即時利用了相機上面 現在無反機呢 在右上角那裏 通常設立了一個EV補償 那就是那個曝光值的EV補償 那在那裏呢 就即時調教它 如果我們是拍物件的 或者在這個環境 我只是拍這堆樹葉的 其他周邊那個光暗對比 是有分別的 那我拿著這個相機 對著這一堆葉 那它就給了一個反射光 那個訊號我 就進來這個相機的鏡頭上 那這個相機就開始跟我們計算 那如果假設我們拿著一支是彎稿 可能或者我現在這一架 去到最高的這支鏡是18的 那它會很闊的 那你對這一堆葉呢 就在那個鏡頭的中間範圍 那它周邊範圍呢 它大家看到周邊範圍呢 是會暗了 那同時這一堆葉呢 你看到它的反光程度呢 是都幾強的 因為淺黃色那裡呢 它比較光了 變成它反光的時候 進來這裡呢 進來這裡呢 它令到這個相機的計算呢 是有所改變的 那所以我們 當我們拍照的時候呢 我們看到那樣東西 光暗對比呢 我們就要小心去調節 我講回以前我們學師的時候呢 從黑白相的時代呢 我也學過的 在黑白相的時代呢 那時候呢 那個 學攝影的所謂叫做基準 真的幫到我們 真的幫到我們 我們玩過黑白的時代呢 當你拿著任何相機去拍照呢 都會幫助很大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呢 我們拍照的時候 以前是用非林 黑白非林 那其實黑白非林呢 即是黑白灰 黑白灰三樣東西 去組成 那當你拿著相機去拍照的時候 你只是留意這三樣東西 黑白灰對比 那所以呢 那個曝光呢 已經是一個組合來的 好啦 拍非林的時候呢 師傅教諾的 有over沒有under 記住這件事 什麼叫做有over沒有under呢 就是說 我們曝光的時候 拍非林 記住拍非林 是一定要拍大一點 拍over一點 就是拍所謂叫做入光 要多一點 就千萬不要拍under它 就是說那個曝光的時間不夠 那如果你說真的我們拍under了 已經under了 其實那張底片衝了出來之後呢 你是看到呢 它是通了的 沒有了 沒有了微粒在那裡的 沒有了解像在那裡的 是白蒙蒙一片 好像透明片那樣 好啦 當我們拿著那張底片 拿進去放大機 做一張相片出來的時候呢 那就知道問題出來了 原來呢 我們放大機呢 一個光源射下來的時候呢 你如果那張底片是拍under了呢 根本的光源呢 是通過了底片 就直接就曬了到照片裡的 那這樣東西呢 當你一個很強的光源 曬到照片的時候呢 就令到那張照片就黑了 那就變了呢 就失去了所有裡面 底片的微粒的效果出來 這樣就令到那張照片呢 就只是好深好深顏色 黑蒙蒙 所以就是說 師傅說已經過了它 已經過了它 已經過了它 那那個底片呢 就是剛剛相反的 就是黑色的那張底片 那當它的光源 放大機射下來的時候 就經過那個黑色菲林 黑色那層 那個藥膜層呢 就直接曬到那張底片裡 那個時間性呢 就可以用多了時間 直接曬到那個底片裡 那所以就是說 在菲林時代 拍副片 記住 就是拍over 不要拍under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玩了數碼相機之後 或者以前 拍slip片的 橫燈片的時候 是正片來的 在那時候開始呢 就反過來 剛剛反過來 我們現在拍數碼 我們說一定要盡量 標準曝光之餘呢 我們盡量遮一遮它 拍under一點點 拍under一點點 有什麼好處呢 就它的顏色的濃度密了 變成它的白位沒有那麼多 我們看到它的顏色 當我們受到光的色彩 是會實正很多的 如果你說我們拍over了 它的光源就會偏白了 說到這裡 我給大家看幾張照片 你們看到了 這一張 我刻意拍under了它 是三級光圈的 我亦都在那個 左下角那裡 擺了一個 光暗對比的圖給大家看 當這張照片是under了那時候 它那個histogram 它那個所謂叫做 進來那個光園 是偏向左邊的 即刻位在那邊 而看到了 這張是normal的 即是說曝光正常的 各光園分佈 就在左邊 至到右邊都有的 你看到那個對比 原來它都在中間範圍 好了 over三級 over三級 就偏向右邊 這個就是 暗示到或者是直接 給我們啟示到 原來 over under normal 在histogram 看出來 就有一個對比 有一個分別的 看看下張 亦都是under了三級 那在直方圖的histogram 那裏 又是 它全部偏向左邊 即是說 暗位是多了 去回這張normal的 所謂叫做標準曝光 出來了 在中間那裏 的histogram 在中間那裏 表現了一些光源入來的 而 這張亦都是over了三級 全部偏向左邊 所以大家看到 現在數碼相機 有個histogram 其實都可以 幫到我們一點點 那 其實幫到你什麼呢 如果你說我們靠 這個所謂叫直方圖 去 量一量 拍一拍 會不會這張是屬於標準的曝光 其實不是百分百的東西 所以我剛才說 要視乎你拍的時候 是需要 表達你主體的光源 還是周邊環境的光源 所以 我們不可以靠直方圖 去做一個啟示 或者你再看看 好像這一張拍大背光的 我刻意拍Under三級 那 後面 後面 剛剛說 最高的兩個位 其實 它開始屬於標準 是over了一點點 但是 裡面 是under了 三級的 所以 其實我們想 表達那張照片 是表達什麼 如果你說 我們真的 要是表達它外面 很強的光源 這張照片 我under了三級 沒有問題的 是嗎 我想表達後面的光源 我當然要推暗它 所以這個是沒有一個標準的 你看回 當我們設定平常的時候 你看到後面的爆位很強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想 表達那張照片 是表達什麼 你的主題 你的主題 是想看到 那個 剛剛的入口 那個 就是那個牆壁那裡 或者那個 不鏽鋼擺 報紙那個架那裡 我想表達這些東西的 那這個曝光 就準了 這一張 over了三級 很明顯看到 後面 爆得很厲害 什麼都沒有了 白蒙蒙一片 前景那裡 over了 其實 照看就是說 我們加大兩級 就可以拍到這一張 是那個入口的範圍 所謂叫做標準曝光 是加大兩級左右的 所以剛才說了 就是說師傅 你要表達什麼 而控制那個光源 我們沒有說百分之一百 有一個所謂叫做標準曝光的 沒有的 所以就是說大家記住 當我們去拍照的時候 盡量 留意就是你想表達什麼 就是那樣東西 用一個所謂叫做 準確一點的曝光 表達到那樣東西 不要讓它over under一點 是可以 因為我們under 是可以在相機也好 或者其他的photoshop 或者lightroom也好 都可以推翻光的 有些朋友也說 其實都不用太煩了 不如我們拍WAR 拍WAR 在我角度 因為我都很懶 我都不太喜歡拍WAR 因為一般我們去拍照 都很少 或者是浪費很多時間 去做一個調教 我 在我的角度 我盡量在拍之前 就調教好它 所以我都是用JPEG 但是如果你說用WAR OK的可以 你就可以WAR加JPEG 如果你用WAR 以我經驗 它over了三級以上 三級以上 或者under了三級以下 你是比較難補救的 如果甚至你真的 under了五級也好 或者over了五級也好 你簡直是救不回來的 這張照片 不要想著說 我不用理它了 拍WAR 色溫又不教 色溫OK的 也可以調到 色溫不教 曝光值都不理它 隨便按回去才教的 那你雖然可以 可能你去旅行的 一拍幾百張照片回來 你每一張都要教的 那就浪費很多時間 對吧 在這裏我順帶都說 直方圖 Histogram 這張照片 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 整體上 我們會 其實一個光源 分佈了 一個很暗的地方 即是 黑位 跟著 就去一個暗位 一個shadow位 以及 跟著 偏去中間 那個範圍 就是 一個標準 所謂叫做 中間的光圓 中間的光圓 即是剛剛 剛和暗中間的範圍 那再偏去 右手邊 就是比較光一點 而甚至去到最右的 就是一個很 幾乎是很白 很光的地方 這個圖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最好 就是 在 中間的範圍 中間的範圍 去盡量 就是說 曝光 在中間的範圍 就會令到 那張照片出來 就比較準一點 如果你說 拍攝都是 偏了左邊 很光的 或者偏了右邊 其實他只是表達給我們 你聽這張照片的曝光回來 是偏向哪一個光圓 而且你看到 左手邊 它是 所謂叫做山峰 即是峰值 越高 它那個像素是越多 這樣解 所以就是有一些照片 它在集中 在中間的 在Medium的位置 中間光圓 但是很低的 在那個環境 其實就是 你雖然 那個曝光位 在中間的階段 但是可能 你入光的時候 它的色彩不夠 密度不夠 令到那個 那個像素 是不夠的 那張照片 看出來 就很灰 我們看完這張照片 都挺單色的 天空 一片藍色 一片飛機 沒有什麼其他 顏色色彩的 你看到那個直方圖 左右兩邊都有 左邊我放了 就是 用了一個 彩色的 RGB 表達它那個曝光 那個光源在哪個位 而右手邊 就是一個黑色 黑色指示 其實黑色的 就是把RGB 加在一起 用一個 黑色的表示 這樣解釋 你看到 它都在中間的光源 即是說 光和暗的中間 它在正的位置曝光 但是 就沒有其他的 光源下去了 沒有很光的東西 沒有很黑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 我們一看這個直方圖 就知道 原來當時的環境 是沒有偏向很光的地方 或者沒有偏向很黑的地方 所以這個 Histogram 不是給我們一個 啟示我們 一個標準曝光的 純粹一個訊息給我們 一個光暗的分佈 我們以前學拍照的時候 師傅一定要我們 設定MO拍照 就是全手動的 包括光圈快門ISO 都是全手動 就自己補光源 在這個環境 我們玩得多 就熟習了這件事 就控制那個曝光 就比較容易做很多 現在大部分的朋友 都是設了去 所謂叫光圈先決也好 快門先決也好 那個ISO通常 撥去自動 就是由可能 或者是 ISO200至3200 就任它調節 好了 當我們去拍照的時候 在這裏做一個測光 就對一對它 如果它是 給我們一個訊息 可能它要開到四光圈 或者是六十分一秒 在這個環境 它還要配合那個ISO 它會跟你計算 它覺得以為是一個標準 我們沒有留意 就這樣拍了它 可能有機會是錯了 或者Over 或Under 所以就是說 我們買完相機回來 最好你要留意這部相機 因為它配任何鏡 那個測光都有少偏差 如果你說我們習慣了 摸熟了這部相機 它就偏向Over了少少 在這個情形 有些相機就可以配合 裡面的一條節 就可以減少少光圓 如果沒有這件事 我們就要習慣了 習慣摸熟了它 而每次拍照的時候 都要留心 就是說 可能拍完之後 它會PIN去Over 或Under 就盡量在這個環境 就可以利用了那個 EV加減 那個所謂的 那個扭掣 在這個情形 如果我們用單反相機 其實單反相機拍照 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因為我們的視窗 是屬於光學的視窗 雖然現在 好像Sony Sony它的單反 都有一個電子視窗 這件事我不要管它 我們說用光學的視窗 因為我們這樣看下去 是看不到標準的光源 我們純粹看裡面 那個曝光的指數 是否去正中間的Normal位 如果你說 我們用光圈才缺的 我們設定了5.6的 如果它給到信息 我們在正的曝光位 在正中間的了 但是都有機會 拍完出來 會PIN去Over 或Under 所以如果你們有信心 就照拍 如果沒有信心 我們即時利用EV加減 如果你說單反相機的 它可能EV加減 就會放在這個令盤上 我們即時在這裡令一令它 遷就它 有些可能要加三分一 或者二 三分二 或者甚至一級都未頂 就視乎你要表達那件事 這個EV值跟曝光的關聯 就是這樣用法的 當我們用了光圈先缺 我先說光圈先缺 我們即時要調校EV的時候 其實它是改變了什麼 因為我們的相機是設定了 自動ISO 光圈先缺 即是定了光圈先缺 它的快門給它自己選擇 當我們一動EV值 譬如我們要推三分一 或者甚至一級 它改什麼呢 通常就改了我們的快門先 可能它會假設 它見到是六十分一秒 當我們一推光一級 它即時一聲就落到三十分之一秒 在這個情形 我們大家說 其實相等於我們手動設定 手動設定就是固定了光圈 我們用一個快門去走 除了快門會移動之外 它移動到某一個快門 它不會移動的 因為知道你去到最低點 可能相機會有手震或者情形 它才會移動的ISO 即時會調大一點 令到光圓就會光一點 如果無反相機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其實無反相機很容易拍的 我們可以直接看著它的光暗對比 就直接移動那個EV值 當不夠光的時候 推光一點 推光三分一 三分二 或者甚至一級 那我們就即時在顯示屏也好 那個viewfinder看到 所以就 一些難度都沒有 就是視乎 我剛才說 就是你要表達那個主體 那個曝光值而已 說到這裡 不如我總結一下 剛才說 最重要 現在拍照 所謂叫做正片 其實數碼相機 其實跟拍照正片的一樣 即是負片正片的意思 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說 記住 有under 不要over 有over的 通常比較難撿的 回到去推的位 是推得不好的 除非我們真的拍窩 就可以在三級範圍內 就可以補救到 第二件事 就是關於你拍那個主體 如果你是想表達那個主體 要好準確那個光源的 我們就要放棄周邊那個曝光值 如果對比很強的 我們要 較暗一點點 令到這裡是 比較準確一點的曝光 周邊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需要理會它 因為你想表達這件事 第三 也要記住 那個直方圖 Histogram 那個圖 純粹給我們一個訊息 你拍那個環境 是偏向光那邊 還是偏向黑那邊 或者集中在中間的光源 就給了一個訊息 我們 那個不是標準的測光指示 所以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除了剛才那幾件事 我講過之外 我又想大家 用多少時間去拍照 因為臨影之前 我們也可以 估計一下當時的環境 用幾多光圈 用幾多快門去拍照 其實這個都是樂趣之一 如果你說我們 習慣了這件事 一出去一看到這件事 已經是自己的眼 就等於一個感光器 一看就知道 現在是用幾多光圈快門 ISO是幾多 估計得多這件事 你拿著相機 你操作會靈活了很多 敏捷了很多 快很多 有些朋友拍照 他可能比較穩陣些 一拍拍三張 就用一個包圍曝光去做法 就拍三張 一張就under一級 normal over一級 去拍一張照 回去也有一間 其實這也是方法之一 但如果我們這樣 每次拍三張 有時就未必捕捉到 剛剛你想要的那件事 可能或者剛剛 那個人是在動的 有個表情在 你未必捕捉到一件事 如果你說要盡量 就用一張照 就一定要中了它 這個方法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做到的 講了這麼久 差不多了 標準曝光 再加上加減EV值 那它怎樣去做一個關聯系統呢 我想大家應該可能會 領略多了少少了 亦都是希望幫到大家去 開心些去拍照 玩多些攝影的東西 對了 又是說回這些了 想繼續看我的片 就訂閱我的頻道 按鈴鐺 到時提醒你 下次再見 拜拜